你的代号是强威 到南京以后 注意看南京新报上 登的爱华公寓 集乌出租的启示 然后去黑三巷 华庭玉器店 与那里的董掌柜接头 接头暗号 就是出租启示上的内容 他会安排你的工作 并告诉你 接头方式和联络时间 还有备用方案 我记住了 玉珠 这个老董是老地下了 很有经验 他会配合你的工作 保证你的安全 你不用有后顾之忧 这是近几个月 萧成碧和宋光的动向 萧成碧利用他父亲的关系 在汪人密谋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二人 现在深得汪精卫的赏识和信任 据了解 汪政府成立后 宋光将出任 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一职 而萧成碧会担任 中央党部妇女部主任 我记住了 玉珠 刚去工作 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不要心急 不要急于立功 要干预做贤妻冷子 这段时间 组织上不会交代你具体的任务 主要是想让你充分融入 获取信任 这次再回到萧成碧家 和之前的生活 和之前的生活 有了很大的不同 身份也发生了变化 一定要注意到 自己的言行举止 于是要冷静 要学会隐藏自己 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知道 我现在的身份 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代表的 不仅仅是我个人 我会小心的 这次的潜伏任务很重要 如果你能够成功地潜伏在萧成碧家 就是我们在汪伟内部 安插的一枚重要的棋子 这对我们的对敌工作 有着很重要 也很深远的意义 周大姐 我会努力的 不会让组织失望 我这里有两封信 一封是给和平的 等我走了以后 再给和平念 另一封 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希望组织上能接纳我 这封信收回去 组织上已经决定 这一次 你们母子 一起去南京 大和平一起去 这会不会太危险了 同言无忌 我怕 为了打消萧成碧 对你的疑虑 你可以把这段经历 有所选择的 向他们坦白 比如 你来过根据地 跟我们有过接触 我们想让你留下来 你却 觉得这儿 生活环境艰苦 无法适应 你拒绝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 孩子就必须和你在一起 否则 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我懂了 你们一起走 避免你们母子 再次分离 这对孩子来说 母爱 是不可缺少的 周大姐 谢谢你 这份入党申请书 怎么了 是不是 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玉珠 你知道 入党 意味着什么 你 坐在那里 让他们进入 我来说 他会变成 我来说 我来说 一下子 你 如何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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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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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想小朋友忙了怎么办 在南京会与小朋友和我一起踢球吗 当然会了 和平到了南京以后 会有新的小伙伴的 别不高兴了 下一个 这个人叫公本一郎 是日本财务本部派驻南京特河科的情报专员 此人之前破获了我军统设在华北的秘密联络站 是华北的情报网一度陷入瘫痪 而现在 他又利用特河科专员的身份屡屡给我们制造麻烦 代局长的意思是 新账旧账跟他一起算 尽快铲除 是 下面我来说一说行动的解体方案 据情报火系 这个公本一郎经常出入 秦怀和父子庙一带的四行楼 找一个李香儿的情楼女子 这个人行事谨慎 出入总有手下跟随 如果我们贸然行动 怕是节外生智 所以我决定 让户双局假扮成李香儿 等公本进入归房后 实施暗杀 你们两个在归房外 配合双局的行动 是 剩下的在外围警戒和接应 事成之后 务必将所有的人撤离现场 双局你留下 但老板很看重这次任务 所以你要一击二重 不辱使命 镇长请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赤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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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坐车吧 你要坐车吧 坐车吧 坐车吧 站在河 泰泰你坐车吧 太太 不是 往常看 去往前 太太坐车吧 太太坐车吧 好 去领远路 好的 龚先生 夏儿在等你呢 在这边 在门前等着 是 到了姨父姨妈家 记得妈妈跟你说过的 嗯 我都记好了 是 你没有路上 走开 妈妈 不唱 别太和平 哎 快走 快走 双局 小姐 小姐 双局 你怎么在这儿啊 走 双局 这个院子没人 双局 何边 走 进去 走 开包开包 开包 双局 把衣服换上 快 来 何边 我来帮妈妈 开包 快 开包 开包开包 开包 上去 开 开包开 长官 外面出事情了 我刚刚听到枪声了 有没有人进来过 没有啊 正经 开包 进去看一下 是 进去看看 是 你别动气 你是不是洗衣服的时候忘记拿出来了 哦 哎呀 忘忘拿出来了 这个怎么办呀 好 不好意思啊 长官 您看 都洗烂了 这样行不行 明天早上 我们就去补办一张 好 长官 辛苦了 什么都没发现 要是看到可疑的人 马上向警察所报告 知道了 走 是 别人 时间仔细看看夏宇珠 刚才的种种 已经让她对眼前的夏宇珠 产生了巨大的好奇 但她却不知道 从何问起 这是和平少爷吧 都这么大了 和平 来 和平 叫双菊妈妈 双菊妈妈 这怎么行啊 小姐 这怎么不行啊 我不也是重生的干妈吗 重生呢 也在南京吗 小姐 你怎么也到南京了 你说得对 我的确不适合生活在宿南 那你到南京住在哪儿啊 我来 是来投奔成碧姐的 刚才来的那些人是来抓你的吧 我 还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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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要走了 小姐 我会去看你的 上去 自己小心 先生请 好 太太 林老 林老 你们好 你们好 早知道您要来 您应该告诉我们 不用不用不用 派车去接您 汪主席想念你们了 他再三关照 一定要到府上慰问一下 这几个月啊 你们夫妇辛苦了 为了组建政府 你们所做的工作 主席心里是有数的 应该的 都是应该的 谢谢主席的店 林老 来 好 上座 行 行 小主任 洪秘书长 陈主任 您是不请自来呀 玉水一家人 我跟你妈见什么外呢 都来了 林老 来来来 你好 你好 身体还好 好 既然林老都已经来了 那我们就入席吧 大家里面请 好 来 慢走 慢走 来 好 慢走 有时间去看看你呢 来 不用了 来来来 来 林老 刚接到消息 南京国民政府 正式成立的日子 放在本月三十号 大家知道一下 没了 怎么又变了 不是说好四月一号的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四月一号 在欧美那是愚人节 听起来不吉利 陈主任最近洋气了啊 愚人节都知道了 我也是听 萧主任的弟弟 萧俊昊说的 我们知道 萧主任的弟弟 是在特工部工作 没想到 是在陈主任手下当差呀 对 对对对 千万别这么说 咱就一直生活在日本 跟酒上先生那是 成兄道弟的交情 受日本人委托 来到我们特工部 担任他本人 那是我的上司 是吗 萧主任 我这个弟弟啊 以前在家里 跟家父经商 来中国呀没多长时间 谁知道啊 日本人看中他 啊 结果一来呀 就成了陈主任的上司 宋光就总说 君浩啊 毕竟是晚辈 总是让陈主任 给他汇报工作 总是有点不合适 对不住啊 陈主任 嗯 没关系 哎呀 长江厚浪 退钱了 孝主任我敬您 这叫清除于蓝 胜于蓝 后生可畏 这样 这杯我来敬 敬大家啊 君浩啊 以后还多仰仗各位 提携帮助 来 我现在为敬 好 孝主任客气了 好 孝主任好酒量啊 我代表汪主席 请大家 喝一杯 大家辛苦了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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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王主席 是李班基 还总能体恤我们下手 前几天 我们特工部 又破获了 君同两部电台 主席就亲自来到我们特工部 慰问是差 场面相当热烈 我当时就向王主席表态 人则 凝君而臣 鸟则良知而亲 我们为王主席分忧 那是我们的职责 现在我们特工部 上上下下 干劲别提有多左 是的 陈主任的特工部啊 最近可火了 我听说 陈主任刚刚换了辆新车 是吧 什么牌子 哦 别克 对吧 是吗 美国车 雷老 你是不知道 我以前那辆破车 跑得比人还慢 现在南京 可都是重庆来的特工 我要是不换台车 耽误事啊 那 对 对 雷老 您吃啊 多吃点 雷老 各位 我们特工部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好 我先来为敬啊 雷老 吃好喝好啊 陈主任慢走 来 雷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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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宇竹 真是没想到啊 刚一来就看见最不想看见的人 我们俩实在是太有缘了 你这些年去哪儿了 任志远的儿子吧 长得跟他真像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小姐 请跟我来 好 是不是菜不合口味啊 好的 好的 太太 这位小姐说她是您的妹妹 诸位 慢慢吃啊 我失陪一下 各位尽信啊 尽信 好 好 雷老 我见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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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啊 来 慢点 慢点 和平 叫姨父 姨妈 和平 今年应该有七岁了吧 是啊 姐夫记性真好 妈 我饿了 疼吧 赶紧领和平小少爷 去厨房吃点东西 小少爷 跟我走 陈主任 您不是有事先走了吗 门口见到了收人 回来瞧瞧 萧承碧的内心 急切想了解 夏宇逐来南京的目的 她不能当着臣得到的面 直接问 可她又希望臣得到在场 这样 就能撇清自己 矛盾复杂的心理 使气氛异常尴尬 对 程碧姐 都怪我当初她年轻 不懂事 连累了你和姐夫 真是对不住了 宇主 你这话就讲歪了 我跟你姐 也一直很惦记着你啊 我也一直很想念姐姐和姐夫 经常回想到 在上海的时光 如果不是后来那些变故 还能看到姐姐和姐夫的百年好合呢 你们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下一周我问你 这些年 你去哪儿了 去茅山了 哪儿 茅山 新四军的地盘啊 托你的福 我儿子一生下来 就被共产党带走了 我想见孩子 我当然得去他们的地盘 胆子真大 还敢回来 程碧姐 我这些来 是来投奔你们的 在哪儿了 我在那边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我知道 我这样来很冒失 你们也没有什么准备 但我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 我只有你们两个亲人 我们也只有你这样一个妹妹啊 等一下 怎么过不下去了 你们共产党不是最讲究情谊呢 程碧姐 我本来是想待在那儿 就不回来了 可是 他们共产党的纪律实在是太严了 在他们那儿 每个人每个月只有两块钱 我不是他们的同志 我就只有一块钱 但是这一块钱我也不能随意地支配 如果我拿这一块钱 去买了吃的 买了花布 他们就骂我是享乐主义 让我写检查 有时候 我在路边看到野花 摘了几朵叉起来 他们就说我是小资接紧 我不想跟他们说我的私事 他们就说我是个人主义 我随口说个笑话 他们说我是犬儒主义 看本不相干的书 他们说我是逃避主义 反正在他们那儿 不是这个主义 就是那个主义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想走 他们还不让 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就带着和平 偷偷地跑出来了 别 继续编 任志愿 是他们的高级干部 你是他的遗孀 他们可能这么对你吗 他们共产党 没有高低之分 无论是谁 只要是犯了错误 一样得关禁闭写检查 宇珠说的也是事实 宇珠啊 那你是怎么知道 我们在南京的 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 程碧姐 我真的再也不想回去了 如果你肯收留我 我就留下来 找份能吃饭的工作 要是不行 那能不能 借我点钱 我带着和平在想办法 下一桌 这么多年没见 演戏的功力建长 共产党 最善意的就是俘获人心 你在那儿待了这么多年 入党了吧 我要是加入了共产党 我还来南京干什么 说得真好 共产党这么多年 把你培养得不错 现在是脱家带口干革命啊 程德党 你问东问西 你到底想问什么 南京政府成立在即 你这个时候出现 告诉我 有什么秘密任务吗 你 姐姐 姐夫 我知道 你们对我的过去 有所顾忌 我也不想让你们为难 我先走了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们 和平 和平 快来 想走 来 程德党 你要干什么 我怀疑你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 我一定要把你带回特公布 仔细调查一下 程德党 你别欺人太甚 职务所在 得罪了 程德党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程主任 有话好好说吗 宇卓都为人我了解 他是绝对不会和共产党交在一起的 更不会有什么秘密任务 不会吗 别忘了 他的男人是任志远 当年他和任志远在一起 是因为被爱情冲昏了头 看来 宋秘书长 又要替他担保 程主任 宇卓大老远来投奔我们 我们总不能把他拒之门外吧 姐姐 姐姐 我还是走吧 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郁珠 你就别见外了 既然来了 那就住下 你看和平瘦的 哪像一个七岁的孩子呀 是啊 唐妈 快 收拾出一间干净的屋子 让夏小姐和和平少爷住下 好的 太太 小姐 我来 我来 谢谢姐姐 快去吧 去吧 谢谢姐夫 小主任 宋老哥真是有情有义 兄弟我佩服 我真心提醒你们一句 小心玩火自焚 陈老弟啊 我看你是紧张过头了吧 你们俩要对他负责到底 先告诉了 放宽信吧 从明天开始盯紧夏宇竹 是 放宽信 凶手假扮成李香儿 真的 李香儿在哪儿 在后院 被人滚在那个柴 ener 柴火堆里 他看到什么人干的吗 看到了 是两个男的 有同伙 对 就是外面的两个人 身份查清了吗 是重庆派过来的 君董 公本是特高科的人 怠慢不得 把兄弟们都散出去 全程搜捕 怎么也得做做样子 是 那个萧君昊 什么时候从上海回来啊 萧特派员说 还要再耽搁几日 耽搁几日 他就是想在上海 再快活几天 他不在也很好 省得我放个屁 都有人问 我问你啊 你觉得 宇珠今天说的话 是真的吗 我问你啊 你觉得 宇珠今天说的话 共产党那边条件确实艰苦 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 不过 不过什么 你想 她接触共产党 也不是一两天了 不但给任志远生的孩子 还为她坐过牢 和这些比起来 吃那点苦 算什么呀 你看 你也怀疑她吧 那你把她留家里 总不能看着她被陈德道带走吧 那万一她真像陈德道说的 有什么秘密任务呢 要不先让她住下 观察观察 找机会 问问和平 小孩总不会说谎吧 寂寞沧桑的月 沉默 爬过漫长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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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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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转千回 无所谓 勇敢绽放 有多美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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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杂毫不崩溃 一朵绽放中的红橙味 翩翩花瓣不满 静音泪水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橙味 体会梦的曲折 百准千回 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一朵绽放中的红橙味 翩翩花瓣不满 静音泪水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橙味 这条路多曲折 百准千回 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风不吹 或许知道我心碎 这条路多曲折 勇敢绽放 一朵人海中的红橙味 一朵人海中的红橙味 一朵人海中的红橙味